《国家安全法》有部份内容大纲出来了 大家看看之前EP66里面的一些片段 我绝对认为应该成立一个香港的本土国家安全局 由内地有经验的专家来到香港主持国家安全局 连同香港的纪律队员的精英抽调出来协助他们去做事 这才是对的 另外关于检控工作 我觉得香港律政署应该增加一个国家安全检控科 就增加一个国家安全检控专业 甚至可能给他是副律政司司长的级数 然后他专职负责这一类的检控 我觉得香港法庭应该成立一个特别法庭 就是国家安全法庭 就像我们现在有的家事法庭 家事法庭、民事法庭、刑事法庭一样 成立一个国家安全法庭 大家看完是否觉得似曾相识 《国安法》的内容就是说 检控方面是由律政署下面 成立一个特别的国家安全检控部门去负责 第二在执法方面成立一个国家安全公署 连同香港警方成立一个特别部门 专门处理这些关于国家安全的案件 第三我便要求有一个特别法庭 现在出道来的就是特首有权委任特别法官去处理这些问题 其实跟我的概念都很相似 郭榮鏗第一件事就撲出来说 由特首委任法官而不是首席大法官 这个就是妄外司法独立 首先我再说多次 司法独立的意思是你委任法官之后 他处理案件的过程 你不能够被任何东西干预 这就为之司法独立 在委任法官之下 其实现时所有法官都是由推荐委员会 要特首最后立头同意 另外大家还记得我说过 根据裁判官条下第五条 特首任何时间都可以委任法官 裁判官处理案件他有需要的话 这里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与司法独立有什么影响 有什么关系 第二国家安全法我说了很多次 不是地区法律 是凌鸡于本地的法律之上 即是一般的刑事罪行法律之上 就是国家安全层面的国家安全法 现在由中央委任特首代表 他执行一个司法的委任权 好还是中央委派法官好 我觉得中央这个做得非常好 既体验到一角亦无损两制 即是说虽然是国家层面 我都授权信任特首可以代表中央执行委任法官的权力 这个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香港记者协会又说那群人有几百人担心 会担制他们的新闻报道自由 新闻报道自由其实是出自于言论自由 香港基本法第27条已经写得很清楚 保护香港人的言论自由 即是包括采访新闻也好 这条条例源于政治权利及公民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 完全一样赋予它的自由 但同样第十九条三都有讲清楚 这些所谓自由无论你采访也好什么都好 都是有条件的 包括不可以影响他人的权利 理判他人 国家安全 公众秩序 公众卫生和道德 所以第一国安法条例都未出 怎料里面的条文是完全剝断你的自由 第二如果牵涉到国家安全 很多国家都比执法者有个特别权力 即是说它的监听权是大一点 取证权又大一点 但不等于剝夺言论自由 这里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中国政府是联合国成员国 也都签署这一份国际公约的其中一个国家 包括香港 所以我不认为新的国家安全影响言论自由 当然这条条例也讲得很清楚 国际公约第十条里面大家看清楚 他说任何人宣传战争 即是鼓吹战争 鼓吹危害国家的行为 宗教的真行 董族歧视 互相仇视和鼓吹暴力 这些都是违法 国家安全法 如果跟随这个大义 分裂国家 这个肯定是 西班牙加泰要求说说独立 甚至全民公投 没有说到暴力 他用公民投票 referendum的形式 都被判半国 判15年间 所以我看不出国安法是不同国际 接轨违反国际公约 我很开心的是 这个国安法出来的大纲 是很符合了国情 一国两制的精神 绝对无所谓违背什么的中英联合声明 未来为了想多些外国人去理解到 香港的实际情况 我会用英语版 录一系列的关于中英联合声明 基本法和国际公约的内容 让外国人知道 其实我们的国安法 是没有违反过任何国际公约 而且相反说 是完全符合国际公约 大家密切留意 在结尾的时候 我又讲一讲关于九月竞选 奉华已经正式拒绝了关爱队 大家不要误会只是关爱队 关爱队 其实是没有照顾老人的灭绝人性之外 我提出要有换领卡 其实是防止去年有些人排完再排 令到很多老人投不了票 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在未有反中乱港势力之前 其实任何的选举都要公平公正 和合乎所有公众利益的进行 现在我们香港这么多反中乱港的分子 如果这个选举的过程处理得不好 而是被反中乱港的分子运进去成功成为议员 这就不是香港一个普通选举事件 这是国家安全的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在致力打击反中乱港势力蔓延 如果选举不要被反中乱港的分子进入立法会 这不只是香港的选举事务 我不认为是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九月选举是一个很普通的本地事件 这是国家层面的事件 好 我又看回原来选举委员会 除了逢怀主席之外 还有两位委员 一位是张妙青教授 是现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副校长 亦都是平机会的首届主席 他理论上应该要很公平公正 第二位叫陆怡信资深大律师 他做过副刑事检控专员 亦都是同军总会的法律顾问 亦都是警监会的委员 这两位委员 你们在选举委员会 听不听到市民的意见 要求你们做什么 你们是没有表态还是一致支持冯华 我觉得港大市民除了追究冯华之外 这两位委员如果有错流而发出严重的影响 这两位的委员都逃避不了责任 所以我经常说国家安全公署成立的话 这一班人都应该受到政治审查 确保他们是完全忠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尊重基本法 希望有关方面留意一下 和那些计委委员对大家有个交代